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汪涵带王一博化老年装,大张围满头银发,天天再无前锋的身影。 天天向上,三位主持古西之年化身老人,惹人深思。 汪涵、大张伟和王一博三人组成了全新的主持团,接替了曾经的天天兄弟。 他们颇具幽默感的老年装,令人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。 汪涵、大张伟和王一博的精彩表现,似乎证明了老纪福利,志在千里的真谛。 然而,一名主持人的离开,是否会对节目产生影响呢? 前锋离开后,这档老牌综艺节目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 新人经过几个月的锤炼已经具备了出道的实力。 此次事件虽然破坏了前锋的公众形象,但对节目组来说却是一次契机,展现了他们快速做出调整的能力。 从主持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到充满思考的养老主题讨论,这档节目不断创新,不断进步着。 前锋的退出并不值得唏嘘,值得感受的是这个节目组的实力和拼搏精神。 他们不断努力着,不断挑战着自己,为观众带来更好的娱乐体验。 即使面临困难,他们也能迅速做出调整。 并让节目保持顺畅。 据悉,这档老牌综艺节目还将进行重新剪辑,前锋的身影将彻底在节目中消失。 然而,这并不会阻碍这档节目的前进步伐。 他们会继续努力,继续创新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 十位陆剧明星时装周精修VS未修 狄利热发与杨紫美番,王毅伯帅。 各大时装周揭开序幕,不少陆剧明星也都盛装出席,而狄利热发,王毅伯等人的时装周造型也引起不少话题。 以下为十位陆剧明星时装周精修VS未修,长相思杨紫美番,狄利热发,鼓励纳闸依旧是生徒杀手,王毅伯帅,他从火光中走来张静怡美上热搜,而南风之我意诚意和龚俊甚至生徒更帅耶。 1.杨紫 杨紫好美耶 近期以长相思造成话题的杨紫,过去曾因为穿住土气,被曹是时尚绝缘体。 不过这次巴黎时装周,杨紫状态相当好,他身穿Valentino 2024早春系列,时尚感十足,妆容也很贴合造型,整个人简单又大气,光是生徒就很美。 2.狄利热发 3.狄利热发今年是魁为四年再战时装周,这次他以Dior品牌大使,彩妆代言人身份亮相,一身Dior2024春夏系列白色长裙造型绝美,仙气四溢,仅是生徒就美到发光,俨然是仙女下凡,惊人的美貌也再度引起网友热议不断,甚至连发光的发丝都成为微博热搜话题。 3.杨幂 去年杨幂在爱的二八定律曾被网友吐槽过有老态,然而刚宣布成为Lowy全球品牌大使的杨幂,一线身时装周依旧是全场焦点。 杨幂身穿贴身黑色礼服,出了名的娇好身材尽线,简约又性感,搭上他自身的女王戏场,实在美极了。 4.白露 今年凭借长月晋名声市大涨的白露,早就是公认的古装女神,而白露换上一身现代装出席时装周,同样也美得出彩。 这趟巴黎行,白露身穿米白底黑格西装套装,梳起头发,利落又大仿,举手投足都充满时尚感,相当好看。 5.张静怡 去年凭借点燃我,温暖你人气高涨,近期又以她从火光中走来成为话题的张静怡,此次参与时装周的美貌相当惊人,在微博上更造成网友热化不断。 5.她身穿George's Hobbit 2023春夏系列,一袭珠片刺绣洋装搭配红唇美妆,仙气四溢,根本是真公主本人,气质堪称一绝。 10位陆剧明星时装周精修VS未修6,古丽娜扎。 古丽娜扎本来就是演艺圈公认的顶级美人,浑血感的外形相当吸睛,此次时装周依旧美得令人惊艳。 她身穿一身西装套装,又美又帅,俐落大仿,与经修图根本零差别的美貌,更是引起网友赞叹连连,直夸她是生徒杀手无误。 7.王一博 身为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的王一博,近日也应香奈儿的邀约出席巴黎时装周。 她身穿2024春夏预告款镂空花纹针织外套,染成一头白金发,相当醒目吸睛,时尚感十足,造型一公开也引起网友热议不断,直夸她是慢思言,帅出新高度啊。 8.龚俊 身为演艺圈公认的神颜男星,龚俊的时装周造型仍旧令人惊觉。 她身穿Alice of 2023秋冬高定男装,黑色西装套装外,又外搭了一件金纱刺绣披风,整个人显得霸气十足,气场相当强。 而比起精修图,小编倒觉得龚俊的生徒更是帅得惊人,任谁都忍不住多留意一眼。 9.王俊凯 王俊凯真的太帅了。 身为Dior品牌大使的王俊凯,近日也应邀出席了巴黎时装周,换上笔挺西装的她,更显挺拔优越身材,清爽又帅气,英气十足,根本零差别的精修,未修图,也证明了王俊凯真的天身长的帅,一双大长腿也好吸睛。 10.成义 前阵子已莲花楼人气飙涨,近期又以新巨南风之我意造成话题的成义,同样也出席了巴黎时装周的盛宴。 成义身穿刺绣黑大衣,优雅又气场十足,宛如是真王子登场。 令人意外的是,成义的生徒竟然比精修图还要帅气,优越的五官相当吸睛啊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谢谢。 再见。